骨骼基属于动物的肌肉组织 打开动物组织的波片盒 找到我们要观察的波片骨骼基横切 然后放到显微镜下面去做观察 接目镜选择10倍 接物镜选择4倍 反光镜选择平面镜 用光圈调节亮度 用调节轮调节焦距 接着我们把倍率放大到100倍 这是100倍的影像 亮度跟焦距都已经调好了 这张波片是取自狗的骨骼基 可以观察到骨骼基细胞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激素 接着我们把倍率放大到400倍 这是400倍的影像 骨骼基细胞在激素之中相邻细胞互相挤压 使得细胞边缘变得扁平 轮廓约成六角形 激素膜将一群肌肉细胞维系在一起 形成激素 是一种薄层的纤维胞维系统组织 激素膜中可见血管、淋巴管或神经分布于其中 接着我们用软体模拟放大到1000倍 这是1000倍的影像 可以看到骨骼基细胞的细胞核通常位于细胞的边缘 呈小圆形 细胞细胞的背景 细胞的面包 细胞的细胞